婆媳过招自自出击 剧剧辛辣 快上中天官网 票选出你心中最棒的对白 我们都不要想依靠男人 特别是孝顺的男人 更靠不住 我跟我儿子的感情 肯定比你心 就有机会得到高级耐热 玻璃保鲜合组 请锁定中天宇的台 不过来了 立委候选呢 也是包括呢 整个选举是迫在眉梢 各个选区候选人不敢大意 文宣战这打得火热 不过相较于其他的候选人 在立院有所谓黄金 单身汉之称的 刘建国还有黄逸娇 不管是到市场去扫街拜票 还是在喜宴上头 跟选民来拼感情 受选民喜爱程度明显 非常的明显 特别是女性选民 抢握手还要合照 这单身汉的型男 魅力无法挡 拜托 谢谢 谢谢 吉宴上新郎新娘 还没来尽叫县长苏志芬 亲自出马 带着立委候选人刘建国 逐桌拜票 一桌进完又一桌 选战倒数没几天 抓紧任何可以和选民接触的机会 留着山羊湖 戴着斯文眼镜 刘建国的型男打扮 婆婆妈妈嘴巴不说 眼睛可视 紧盯着瞧 人帅吗 人帅真好 第一印象就很好 刘建国单身相貌堂堂 吴玄尚立委游走立院两年半 原本只有地方知名度 但是和立委陈吟 萧美琴传出非文后 立刻登上全国版面 成了众所皆知的黄金单身汉 但这段非文三人不是低调 就是否认 对于黄金单身汉这个封号 刘建国有话要说 到了斯文的年纪 还没有办法娶妻生子 我想唯一对我的母亲很难交代 因为我的母亲很抱歉 因为所有事先都在争取的工作 跟为这些弱势在争取 所以延宕了这样的一个 结婚的重要的一个事情 没关系的刘伟源 先打好选战 老婆可以慢慢找 谢谢 大概大哥回大哥方 学学自身黄金单身汉黄一焦 好人员走一趟市场败票 简直就像是粉丝见面会 来来来 有要拍照的 有要拍照的 有要握手的 这位太太看得出来非常雀跃 还有要抱抱的 不好意思 好 来来来 这位小朋友大概三岁 男性朋友要学学 人家好人缘是有原因的 你叫完生我叫季了啦 你好 美女 那边给你握好 我帮忙 您瞧瞧嘴巴要甜是基本 不分男生还是女生握手都要很诚恳 当然民生法案更要好好审 看看我过去四年重大的法律修正过程之中 很多都是妇女同胞给我的灵感 所以我包括增加公共理策了 食品安全卫生美国牛肉 把她禁止 她脑内脏禁止 都是很多妇女姐妹给我的意见 从当省府发言人到连任四届立委 尽管绯闻没少过 但是黄奕娇的形男个人魅力 还是让她在选举场上 能够狂扫支持者选票 对肯定门 好